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俗话说,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 人的相面包括了许多信息 面相学中,看相识人的方式 有观看面相,看掌纹,看体相等等 都是通过一个人的面貌和体态特征 来观测一个人命运运势变化的奥妙 就拿嘴唇来说,中医认为皮开翘于口,其滑在唇 嘴唇的大小,厚薄,颜色等特征的不同 都能够反映一个人身体机能的变化 在面相中就是反映着个人的运势变化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上嘴唇后的女人 都有怎样的命运和性格 第一,上嘴唇后的女人的命运运势 一,性格直白,人缘好 上嘴唇后的人一般性格比较直帅,帅真,有很不错的人缘 他们身上有一种很阳光的坚韧的特质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保持活力和潮气 内心世界和精神力量的核强大 遇到事情时也能够冷静,沉着应对,理智 如果是下嘴唇偏薄 在语言交流上可能会比较内向 对人情关系和形式规矩看得比较淡薄 做事情喜欢遵从自己的内心意愿 有自己的主见 不过有时候也容易走极端,过于自我 第二,重视感情 在面相上一般认为嘴唇代表感情 在嘴唇代表肉欲 上嘴唇后的女人一般都比较重视感情 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她们在感情中都会付出很多真心实意 对待朋友她们非常重情重义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时间和距离越来越远 但是只要是她们认定的朋友 就一定是真心相待的 在爱情方面,她们也是真挚而热烈 一旦确定了恋爱关系 她们会为对方付出很多 很投入爱情生活 不过她们在感情中会不惜付出自己的真心 也注重追求契合灵魂的伴侣 所以一旦遇到一个对感情随意的人 有时候难免会被伤害得很深 她们有些人也会选择坚持单身 直到寻找与自己最契合的伴侣 第三,事业运势好 上嘴唇的女人在事业上的成就还是很明显的 对自己的事业规划得很好 而且会能够为了事业坚持目标 很有野心 她们很能够在交际能力方面表现得很好 在人脉上能够获得不错的社会资源 而且能够运用好关系 加上她们本身的性格就是乐观开朗型的 与周围的同事领导的关系都能够处理得很好 可以说是属于管理型人才 不过他们的软肋是他们的情感或家庭 如果在这方面的事情有牵绊住 事业上可能会发展的比较缓慢 需要有耐心和坚持的信念 第二,嘴唇上薄下厚的面向运势 嘴唇较厚的人通常较种情谊 讲信用 为人任性 固执 但往往也是忠厚可靠之人 但过后者则会由忠厚变为愚钝 不懂转弯 说话见技巧 薄唇的人则个性冷静 现实 凡事以自我为中心 总是替自己打算 通常表达能力比较强 口才较好 但也会花言巧语 所以跟薄唇之人交往要小心 从薄来看 公认的观点是 女人上唇代表情谊 下唇代表欲念 女型嘴唇都为上唇后下唇薄 但整体来说 上下唇要按比例来看 最好厚薄均匀 过厚或过薄都会各走极端 上唇代表人的积极性与负性 下唇表示着消极性与母性 嘴唇上后下薄是属于比较好的一种面向 说明自信心足 能力也比较强 为人重情重义 而且财运也不错 这种人非常值得交往 但是上薄下厚的唇形则不是太好 说明个人自信心不足 意志力薄弱 极端者则会敏感多疑 面向学上也属于主评之相 通常财运比较差 和这种唇形的人交往通常会比较辛苦 轮廓清晰 棱角分明 即使说话或笑起来也有棱有角的唇形 也属于比较好的一种面向 拥有这种唇形的人一般都比较本分 做事有原则且言出必行 跟其交往可以比较放心 而且这种唇形也代表着财运比较好 有聚财之相 如果嘴唇轮廓不清晰 说话或笑起来时棱角不清的人往往意志薄弱 说话或做事原则性比较差 容易言行有失而招惹是非 遭致不幸 若上嘴唇后下嘴唇薄代表重情重义 但不善于辞令 若上唇过后性格则易走极端 漠视现实环境而做事 若上嘴唇薄下嘴唇厚则代表着情欲 意志较薄弱 若比例太极端则容易见异思迁 对异性长存歪念 喜欢以花言巧语骗取感情 若上下唇接厚代表中厚 为人讲性勇也重色欲及面子 但过后者则会由中厚变愚钝 不懂转弯说话欠技巧 女人爱美程度远胜过男人 但是美丽的外表不一定会降临到你的身上 对于女人面相的解读 很多人都喜欢向口型来辨人 然而在此要强调的是 其实面相解读过程中 女人嘴唇厚薄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下面一起为大家罗列一些 关于下嘴唇厚的女子的特征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下嘴唇代表积蓄 下嘴唇厚的女孩子善于积累财富 第二下嘴唇代表物欲 下嘴唇厚的女孩子对物欲的追求偏大 第三下嘴唇代表情感方面 厚的女孩子情感丰富 对待异性热情 有女孩子味道 第四下嘴唇代表皮脏 下嘴唇厚的女孩皮脏健康 对于饮食有特殊的喜好 第五下嘴唇厚代表母亲 下嘴唇厚的女孩子与母亲缘分重些 母亲身体好 第六下嘴唇代表客户 下嘴唇厚的女子工作当中 容易与客户建立长久合作关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心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